大家好,欢迎收看《洛洛电影》,我是洛洛的姐姐。 今天我们继续聊这部豆瓣9点5分,2019年第一神剧《我们以恶的距离》,其中的三四集。 上期说到,各大媒体都在报道幼儿园劫持案,四聪一夜之间从人认羡慕的天才导演变成了被众人讨伐的神经病。 网友在屏幕的那端尽情地攻击四聪和她的家人。 姐姐四月赶到警局,看到四聪在幼儿园的录像,她只是在拍戏,可在媒体的宣传下竟然变成了恐怖袭击。 四月很生气,也很心疼。 对于唯一帮助他们的网社离世,四月打心底里感激。 网社从四聪被抓,就跟在他身边,为他辩护,真的是个大好人。 可是,王社说四聪有神经病,四月不能接受。 四聪只是因为在当兵服役期间初恋女友自杀,还没有从伤痛中走出来而已,只要再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 在王社的帮助下,四聪可以暂时跟着四月回家。 房客李大芝,守在门口,关切地问道,你们还好吗? 媒体只写对四聪不利的行文,我们怎么可能好? 四聪闯进幼儿园,我们也很抱歉,可是他没有恶意,只是想拍片。 别人也就罢了,你明明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也跟着别的媒体随便写。 四月不想理会李大芝,不想理会任何一个媒体人。 李大芝正愣在原地,他想弥补,或许可以给四聪做个独家专访。 在节目里,解释清楚一切,但这不过是换种方式消费四聪罢了,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四月拒绝了李大芝的好意,他不想再谈论这件事了,这几天他已经够累的了。 忙完工作,他只想回家休息一下,没想到家里一片狼藉。 四聪拿着刀,情绪很暴躁,看到四月和李大芝进来,他更加狂躁。 这两个人一定也是坏人,这世界没一个好人。 李大芝拉着下煞的四月躲了起来,四月再怎么不愿意承认,现在也只能面对现实。 他的弟弟真的患上了精神病。 四聪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被确诊患有精神分裂。 四月很自责,他觉得自己不是称职的好姐姐,没有多关心弟弟。 爸爸却说这是遗传,四月妈的家族是有精神病史的。 当年若不是四月妈隐瞒了这件事,自己怎么也不会娶她。 爸爸厌恶四月妈当年的行为,现在却不得不劝四月做出同样的选择。 想要结婚就隐瞒真相,没有一个家庭会接受携带精神病基因的女人。 可四月做不到,做不到欺骗男朋友,做不到让四聪在自己人生里消失。 四月对男友说出实情,出乎意料的是,男友并没有在意这件事,她愿意和四月一起面对。 那一刻,一起面对,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承诺,比我爱你更加令人心动。 这,才是婚姻的真谛。 尽管世间坎坷,也要一起面对,在这一方面,王舍没有做到。 幼儿园劫持案虽然虚惊异常,但还是把妻子吓到了。 那一刻,王舍却抛下身怀六甲的妻子和女儿,去帮助罪魁祸首。 妻子无法理解,精神病难道比家人更重要吗? 王舍只是解释说,他们有名字,不叫精神病。 再说了,你不是没事吗? 他忘了,如果有事,就晚了。 妻子单方面与王舍冷战,王舍却依然专心地工作着。 他又结了一个案子,陈昌在公园杀了两个小女孩后,还沾沾自喜。 王舍要为这样的人辩护,他也是有女儿的,难道不怕遭报应吗? 妻子生气地带着女儿回了娘家。 如果王舍还结这种案子,他就再也不回来。 王舍很无奈,但现在没时间管妻子的事,还是先处理陈昌的案子吧。 经过精神坚定,陈昌确实患有精神分裂,案子算是有所进展。 可调查李小明案子的真相,也不能松懈。 他找到李小明的妈妈,试图通过妈妈寻找李小明犯罪的原因。 全天下没有一个父母要花个二十年去培养一个杀人犯。 妈妈但凡知道一点原因,都不会任由李小明杀人。 王舍无功而返,正当他无计可施时,巧遇了李大芝。 如果李大芝肯站出来,或许就能让李小明说出杀人的真相了。 王舍希望李大芝可以说服父母,三人一起和李小明见面。 虽然李小明被抓后,这两年没有说过一句话,也不见任何人,可现在马上就要死刑了。 临死之前,见家人的几率很大,自己也会尽全力说服李小明的。 他希望李大芝帮忙,李大芝却假装不认识王舍,他的新生活才刚开始,不能又跌回去。 可是新生活真的开始了吗? 他无输无刻地不再担心别人认出自己,心上时刻悬着一把刀。 见到受害者家树,就在心口上划一刀。 他永远无法忘记自己有个杀人犯哥哥,永远无法忘记父母当众下跪道歉的场景。 两年了,这一切还是过不去,再说自己算是改头换性了。 父母呢?父母这一辈子该怎么办? 与王舍的再次相遇,让李大芝想到了面对。 他回到老家,看到家里的门窗都用报纸糊了起来。 爸爸依然烂醉,妈妈的脸因为长期戴口罩捂出了肺子。 爸爸见到李大芝,第一件事就是让他去买酒。 妈妈则让李大芝赶紧走,永远不要回来。 李大芝撕掉报纸,摔碎酒瓶,活不下去,我们就一起死。 我一个人在外面,每天都会想你们会笑了吗? 你们不笑,我凭什么可以笑? 被哥哥伤害的人,他们的家人还可以笑吗? 李大芝很自责,其实这些悲剧是有可能避免的。 哥哥杀人的前一天,曾经说过要去电影院干一件大事。 可李大芝沉浸在学长追求自己的喜讯中,没有多问问哥哥。 如果当时自己多关心哥哥一下,或许就没有后来的事情了。 他应该站出来赎罪,但其实对于很多受害者家属来说,根本不需要他们赎罪。 与刘昭国想要找到李小明杀人的根本原因不同,乔安一开始就知道, 所有案件的追根究底之后,都是社会体制出了问题。 挪威的社会福利那么好,还不是出了随机杀人犯。 无论社会怎样,还是控制不了那些加害者。 乔安只想让杀人犯和他的家人付出代价。 可是,就算杀人犯和他的家人都死了,乔安还是会痛苦。 他一直都是个受害者家属,一直在受伤。 这份伤害还传染到了女儿身上。 女儿在慢慢长大,慢慢认识这个世界。 父母婚姻的不幸,以及妈妈对自己的忽视,让他想要通过恋爱获得爱。 他想班里的很多男生发出恋爱邀请,他的事迹被男生家长知晓。 家长们为此专门建了一个群组,讨论解决办法。 老师请乔安和刘昭果去学校解决。 老师问女儿在家里有没有异常情况。 乔安失口否认,他不愿意将自己的事说给别人听。 乔安和女儿谈心,女儿翻身假装睡觉。 他嫌弃他身上一股酒味。 一个有酒瘾的妈妈,真的好吗? 乔安试图戒酒,没有酒睡不着。 他强迫自己醒着,睡着了耳边全是耳子的声音。 不行的,戒不掉,清醒的感觉太痛了。 乔安离不开酒,女儿同样断不了恋爱。 他偷偷跑去男同学家里吃饭。 乔安和刘昭果以为女儿失踪,四处寻找。 在家附近的角落里发现了女儿。 生气的乔安停掉了女儿的手机。 反正你也不接电话,只知道和男同学谈恋爱。 女儿的反抗很激烈,甚至说出你那么喜欢哥哥, 为什么不和哥哥一起死掉算了? 说完,收拾行李,要住到乔平家。 刘昭果亲自送过去。 乔平说乔安只是习惯用工作来掩饰自己的脆弱和伤口, 其实内心早已虚弱不堪,一碰就碎。 他希望刘昭果可以和乔安好好聊聊,解开心结, 毕竟他们还是相爱的。 爱吗?乔安真的还有爱吗? 他的心难道不是跟着儿子一起死了吗? 刘昭果将儿子的遗物打包下要扔掉, 儿子走了好几年,一切都该过去了。 乔安不同意,谁都不能碰儿子的东西, 可这些东西留着干嘛呢? 儿子的房间不敢进去,儿子的话题不敢提起, 留着这些永远看不到碰不到的东西到底要干什么? 乔安强硬地说,我敢,我敢进去。 可他的腿却怎么也迈不动,动了也是往后退, 退着退着就回到了儿子去世的当天。 是他把儿子一个人放在影院的, 是他和儿子独自面对可怕的事情。 儿子去世的时候,他在喝咖啡, 他如果不喝咖啡,也许儿子就不会死。 最起码可以和儿子一起死, 那样就不会给丈夫和女儿留下 现在这么讨人厌的形象。 在他们的记忆中,乔安将是最好的乔安。 刘昭果看着气不成声的乔安很心疼, 这是他最爱的女人,怎么可能讨厌他? 只是现在也很怕靠近他。 那次精神出轨让刘昭果愧疚不已。 儿子刚去世的那段时间,真的太痛了。 而乔安又时刻像个冰冷的刺猬, 他不敢靠近,他精神出轨了。 他伤害了乔安,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他愿意说一千次,一万次, 只要乔安能原谅他。 乔安也明白,婚姻走到这一步, 自己确实有问题, 没有人会喜欢一个冰箱。 刘昭果却说, 我现在很怕热。 乔安破替微笑。 本期剧情的走向整体是光明温暖的, 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但真的会如此顺利吗? 下期中, 李小明被枪决, 所有矛盾已恶, 全面爆发。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 恶的形式有很多种, 最近常被我们提起的就是网络暴力, 有人的地方就有语言, 语言自古以来就有千军之力, 尤其是经过网络的汇聚后, 那力量足够毁掉一个人, 甚至杀掉一个人。 在司法审判里, 尚要经过严谨的调查取证, 才能做出最后的裁决。 很遗憾, 在网络审判里, 我们不曾沟通和试着理解, 便对他人自判死刑。 网友凭借知言骗语, 仿佛就能知晓一切, 在假接正义的名义, 对他人品头论足。 如果真的造成了恶劣影响, 或者证实了被喷的对象是无辜的, 大家很少有愧疚心理, 毕竟我只是跟个疯, 我只是发个言, 点个赞。 我们总有无数理由, 为自己开拓, 可是无数人的跟风和恶意评论, 对受害者而言, 如同一趟雪崩。 而我们, 作为每一片雪花, 又有谁是无辜的呢? 当我们, 面对网络舆论的时候, 在发言和跟风之前, 不妨多想一想, 别被情绪所控制, 因为我们与恶的距离就在一念之间。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想看下期的, 记得关注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 洛洛会以最快的速度更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东西,